用路人沿著道路行駛車不多 但就在轉彎處突然有一名騎士 連人帶車划過雙黃線 直接撞到對象車輛 零件瞬間噴飛散落一地 還有車殼卡在前方 駕駛下的機踩煞車 事發在25號下午5點多 19歲王興大學生下課準備騎到市區 結果行經新竹玄藏路 疑似過彎失控 整個人滑到對象車道 迎面撞上遊覽車 救護人員貨爆後立刻趕到現場 發現騎士受困車底 小心把人抬出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送一搶救後仍宣告不知 雙方並無酒駕情勢 那本組以一程序查扣相關車輛 配合後續行車 鑑定委員會做造勢責任釐清 而這路段是通往三所大學要道之一 很多學生上下課都會經過 彎道不少 警方呼籲行經彎道 一定要減速慢行 注意車前狀況以免發生憾事 TVN新聞陳世民 廖子盼新竹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